究竟是怎样的对手能让任牙变得如此疯狂 使出终极因素权也未能将皮克打 克斯就已经做好了被吃掉的准备 鲜血四肩 皮克竟然直接扯下了克斯的胳膊 克斯没有任何遗憾 他本就抱着必死的信念来挑战皮克 随着克斯的倒下 在场的观众全都紧张到了地 只见皮克缓缓地向克斯走去 难道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克斯被吃了 德川无法接受 他是一场边的工作人员 准备向皮克注射麻醉剂 可就在这时 余地不顾突然倒在了他的面前 皮克双手合十 他并没有吃掉克斯 而是跪在地上开始为他祈祷 在皮克生存的远古时代 与恐龙战斗 并将其猎杀变成自己的食物 都是理所应当的事 因为那些对手都拥有着庞大的体型和强大的力量 捕杀强者让皮克感到自豪 可如今眼前这个小小的人类 无论是体型还是力量都远不如自己 可他的攻击却是无比的猛烈 虽然皮克不懂人类的语言 但他知道眼前这个男人一定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克斯的精神得到了皮克的认可 而皮克也第一次选择空腹而归 很快克斯就被抬往了急救室 再看到克斯失去一臂也未能战胜皮克后 任牙知道自己该出手了 这场战斗皮克虽然看起来没有受伤 可他却跪在竞技场上仰天长笑 似乎在怀念刚刚发生的战斗 医院里克斯已经从昏迷中苏醒 猎海王对他的表现十分钦佩 能得到皮克的认可 是所有武道家们都渴望的人 而克斯也没有骄傲 如果没有猎海王和郭海皇的帮助 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这场比赛是终日合作的结果 就在这时 任牙捧着一束玫瑰花出现在病房 他将玫瑰花瓣捏在手中 然后用力挤压出了一堆金 与此同时 永次郎在街上闲逛 周围的路人看到他都像见了鬼了 吓得呆在原地瑟瑟发动 就好像非洲大草原上的营养 忽然遇到了一只猎豹一样 就在这时独步找到永次郎 邀请他去酒吧喝一杯 酒吧里独步向永次郎谈达了感谢 如果不是当初永次郎对克斯的羞恋 克斯也不会成长得这么快 永次郎并没有说话 而是用他独特的方式喝下了美酒 可能是没喝过瓶 他再次向酒保要了一整瓶福特加 永次郎拿起酒杯就像是喝白开水一样 将一整瓶烈酒一饮而尽 随后又点燃了一根蚊香 永次郎认为皮克的苏醒绝非偶尔 可能要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发生 与此同时任牙在地下室 想要用鬼脑幻想出皮克进行战斗 可奇怪的是 尽管他已经看到了皮克的战斗 可仍然无法创造出皮克的神秘 就在这时 烈海王突然出现 烈海王表示无论是自己 还是刻刺都未能让皮克使出真本事 烈海王的话让任牙变得更加疯狂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和皮克战斗 任牙已经做好了冲突的主 明天一早就是他和皮克决战的人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的姐姐杰克范马 已经先他一步找到了皮克 黑与小小姐的本人 size看 最后才是黑丹 大型的老鼓 不 闲 我